在後方的插棒界外 黃西民雖然跑過去 但是沒有守備的機會 鄭大豪目前的打擊率3成01 今年球季有過一支的全員打 19分的打點 最近已經是連續四場比賽出現安打 四場比賽加起來是四個打數裡面 七支的安打 打擊率是五成 右邊方向的飛球落地 這是一支安打 鄭大豪最近的手感果然十分火熱 而且這個球鄭大豪要上二壘 中心經分的回傳球 在二壘之前沒有抓到 鄭大豪敲出了二壘安打 而且是靠角層拚出來的 拚得很兇了齁 完全是靠速度跑出來的二壘安打 非常關鍵的安打 我們看這個球是投高了 投在直殺球投在高的位置 雖然是壞球 但是這種壞球是很好打的壞球 鄭大豪用腳程用快腿 給中心經被上了一課 這樣的安打他竟然上到二壘 這個右外野手他必須要有一個彈跳 傳到二壘的能力 所以為什麼說右外野手的臂力 要在外野手裡面是最好的 右外野手不但要傳二壘 甚至是要傳三壘 像天使隊的右外野手 他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像這種球你要勉強的要跑二壘的話 他很快的直接就傳到這個游擊手的手上 接下來的蘇建宏擺短棒點成一個界外球 卡洛斯的處理也蠻聰明的 沒有其他的方法 就是變成界外球的時候 趕快用手套去接球 我們看這個跑壘完全沒有停下來 咬中球之後呢就是拼命的衝刺 他知道這個二壘安打跟一壘安打的差別 因為畢竟現在是沒有人出局 二壘有了 對現在是推進最重要 對現在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